然后我突然间就大喊说 社交距离!社交距离! 因为我怕他靠我太近 我跟你要分享的故事 我今天去银行拿钱 因为我想说一下停电一下干嘛 又很弱 然后需要常常要网路订东西 虽然是没有任何接触的放门口 但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把钱放在地上 让他把钱拿走吧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去银行 姐姐我是怎么去银行的 你们都知道我有个面子好吗? 我今天出去是带了那个挖镜 不是有那个防疫的那个眼镜吗? 然后呢我带了两层的口罩 我还拿了一个筷子 免洗筷子 因为我要去ATM我不敢去 ATM难道我要拿一个酒精 把整个ATM都插一遍吗? 不可能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拿了一个那个筷子 然后呢我就到那个ATM 然后我就开始打那个号码 I know有点看神经病 但是我觉得防不胜防 of course没有错 因为现在这个病毒感觉它的这个 来势汹汹汹 但是还是要防啊 我家里有小孩啊 对不对?我也怕害到别人 所以我就这样子 点我的那个ATM 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一种 因为我有敏感的体质 大家都知道吧? 我就突然间感觉 后面来了一个人 因为他大概也要拿钱 然后呢他就看到我包成这样子 然后我突然间就大喊说 社交距离!社交距离! 因为我怕他靠我太近 现在这个时候 宁愿紧张被人家笑 你也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他人 妈妈们大概下午就要开始 稍微有一点mommy juice 因为我刚刚倒置一杯 还被吴先生等 狠狠的等 like 然后我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说我喝一点mommy juice 应该还好吧 and he's like 你要喝几杯 我就喝一杯 因为本来我是要把半瓶拿进来 但是他等我 我就把那个瓶子又放回冰箱里 我就带了一杯过来 先让我们 cheers to mommies 我怎么维持身材 我跟你讲 我的身材是这样子的 这次我们开始lockdown 防疫在家 我跟我自己说什么 我说我绝对不能像去年一样 因为去年呢 一出来就是重3到4公斤 你们说是不是 因为每个人 我们卡在家里都是烘焙大吃的 我们不是在做肉桂卷 就是在做什么 发酵面包 就是在做馒头 就是在葱油饼 反正大家没事 我们就是练厨艺啊 练厨艺也不错啦 但是真的会变胖 因为不动啊 然后就废啊 耍废 所以我说今年 我跟你讲我多聪明 姐姐我呢 就是一个比较反骨的人 我不花一点钱呢 我就不认真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讲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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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do a zoom class 你来参加我的zoom class 我说什么zoom class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教练 然后呢 他就是zoom几个人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上面运动 他带我们live运动 我说这个好这个好 我说那一个class多少钱 他一个class几百块 我说 哦呀呀几百块 that's good 我说那没问题 他那你就包四堂课 然后就一千多 还是什么的 我说呀呀 然后那些课都听起来很厉害 然后呢 我今天早上呢 我就上了我第一堂要付钱的zoom class I know I know 听起来很傻 因为这些东西在YouTube上都可以找到 然后是免费的 我朋友在笑我 但是 有的时候 不花一点钱 就不心痛 不心痛 就不一定会认真 你说是不是 大家废在家里 要穿给谁开 连内衣都不用穿了 因为反正 每天就是这样子 You know 就是看到先生跟小孩 最可怜的是先生 真的 我觉得男人真的是 好可怜 每天又绑在家里 跟老婆一起 哇 那真的是 老婆说什么 他都不敢say no 真的 现在变成就是说 老婆说什么都是好的 我给他吃什么 他都不敢吭声 因为我就会瞪他 我想说你再讲 你再讲 你再讲连吃了都没有 我不是在教派你们哦 你们不要紧张 因为呢最近我在做podcast 很多人都很害怕 很多先生都很害怕说 你每天听那些podcast 会不会被带坏 No 我没有在教大家买东西 我只是说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单品 你可以跟你先生讲说 老公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没有出国 所以我们在旅费这一块呢 省掉了很多钱 那如果可以把这个钱 用在一个全家可以用的一个漂亮的单品的话 那不是很好吗 那当然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女儿嘛 所以我觉得我买的所有东西 包含衣服跟包包跟珠宝 都可以跟女儿一起合用 What 什么 我说这是一只的价钱吗 我猜 我都有固定的时间买菜 因为我知道大家很难想象我买菜 但是我真的有买菜 因为我自己真的也要下厨 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妈妈 你知道大杂蟹的这个价钱是 就是瑞宸很广 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我就跟我很熟的一个鱼 鱼滩订了大杂蟹 然后我没有问价钱 然后当天我去拿炸台的时候 他跟我报的那个价钱 我说 What 什么 我说这是一只的价钱吗 还是一打 他说一只 我说 他说这是特别 You know like什么5AA 什么5A 什么 对 为我留的 然后我当场就傻眼 然后我 就摸摸鼻子这样 拿蟹帽子 我到这个节目的尾声 我都会做一个总结 今天的总结是什么 第一 stay home 因为呢现在很重要 我们这10天是关键 我们必须要做好我们的责任 就是防疫做好 如果真的有必要要出去的话呢 一定要戴好你的这个口罩 然后如果你想戴防疫面罩 防疫眼镜 戴手套都可以 你不要怕人家笑你 只要你心里踏实 你就做 反正防疫一定要做好 如果出门的话 啊 有人说他喝了5杯了 That's crazy Oh my gosh 好啦大家还有什么要求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就是喜欢陪伴 我也喜欢陪伴 然后呢 还有人说什么 已经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还不够啊 一个小时已经很久了 好啦跟大家最后一口 Cheers 然后呢希望你们大家有记得 防疫很重要 防疫好自己等于就是保护别人 所以不要怕人家笑你防疫的太夸张 不要管他们 只要你心里安 那只要你心里踏实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呢要记得在家里 虽然废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可是还是要美美的 因为你上zoom call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看到你至少上本身 所以你要带漂亮的视频 来添加你的美丽度 ok 一定要带漂亮的视频 来添加你的美丽度 然后呢 欸等一下 没有带好 靠到我的那个头发上了 Right So you must look your best 尤其现在会 我很好奇 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这个选项 但是 我很好奇 现在的人如果在dating的话 是不是我们 你们只能call zoom 你们不能在一起 就是不能面对面 所以你们只能call zoom 联系感情吗 那如果my god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帅哥在追你 你要call zoom 那你更要美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买 whatever whatever的视频 因为现在有free shipping worldwide shipping 全世界的free shipping ok stay home stay safe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